都覺得讓人非常的期待 而且他們說他們要創作新歌 對 就他們這幾個人嗎 這個新的團體要創作新歌 你看 三個人都想唱 你看到底會發生什麼事 明明打鼓一支麥克風 他在那邊一直掃捨 也要麥克風架在這邊 對啊 因為這個就很像之前 就是像五月天也有那個 演唱會的時候5566去 就那種限定組合的時候 你看到那個興奮感 就是很激烈 很想在現場看一下 真的 我很期待他們 接下來會有新作品 馬上會有喔 但是是一個新的算是 我本來以為犀利趴沒有要辦了 對 可能因為世大運的關係 但是現在又要辦一個犀利趴 太好了 也是有五月天領軍 然後這個陣容有宇宙人 鍋頂還有茄子蛋 非常熱鬧 好想要去看看 可以看一下 而且不過一個更厲害的是 五月天要開演唱會 在北美 去到北美了 好遠 這真的是世界巡迴的一個感覺 而且這個9月8號售票 9月8號售票到時候 就要比大家的速度了 接下來我們要看到的是 沒想到他們那麼忙 既然還有新的MV耶 還有 來 那故事遺忘的時光 起點是那平凡的成長 少年為了自己夢想 毅然決然跟父母親鬧翻 離家出走 才體會沒成長 都要來想預料 好朋友們 我在地下室戀團 到西門甸冒雨街頭開唱 為了維持生活開銷 發傳單 送飲料 任何事情都願意做 五月天的歌曲 成名在望 找來大陸當同男團 TFBOYS 成員易陽千禧 擔綱男主角 出動來才四天 不少粉絲都直呼 十六歲的他演技超好 驚險鏡頭親自上陣 還把五月天的心路歷程 重新詮釋 卡帶被丟棄直到五月天 慧眼是英雄撿起這張卡帶 彷彿就是當年的李宗盛 不顧一切 簽下五月天的過程 但這一支MV的彩蛋 還在後頭 延續一年前頑固的劇情 羅北安飾演一心想當 國標舞王的功地公投 最終去世現實 過上平凡日子 這一部MV 耗資千萬打造 如電影般的爆破特效 劇情中實現夢想的決心 打動許多粉絲 TVB的新聞 陳建民主會最後報導 是的 令人感動 而且他也是跟之前我們頑固 看到那個MV是有呼應 對 有這個連接的 而且請到TFBOYS TFBOYS真的是非常非常厲害 因為我甘女兒 就是他們最大的粉絲 你甘女兒幾歲 四歲 開什麼晚上四歲 你有聽到四歲的女生超級迷 而且他在聽那個TFBOYS的歌的時候 就會跟著一起那邊很開心 然後他爸就問他說 是TFBOYS比較帥 還是爸爸比較帥 TFBOYS 當然